第一个,如果要做格式化条件,那当然第一个先把游标先放在这个12Ctrl Shift向下好了,把这个范围全部选取 选取完之后的话呢,设定格式化条件新增的规则 那当然最简单的方法,你不一定要公式 我在那个云南上是用公式,因为可能我习惯了,第一个先想公式 其实你直接可以用什么呢? 这边有一个就是第二个选项,指格式化包含下列的储存格 然后呢选择什么呢?如果是小于等于7的话,其实就输入个7就好了 然后呢设定一个格式,这个格式的话呢也许是字型是红色的字 然后呢填满是黄色的底色,按个确定,这个格式按确定 OK,他一样会帮我把那个小于等于7的帮我用醒目的提示 那我就可以知道说,那个之前就是重量几率呢 比就是前7名,大概就是12号,21号,一类推就是这一些 这几个号码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想要去试试手气的话 也许可以拿来参考,所以有时候我想或多或少有一点点 这个可以统计出大概的一个数字方向 所以不定运气可能会比别人好一些些也不一定 好,所以有的人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统计乱数统计吧? 然后统计出来,也许预测一下大概可能会是哪些号码 不过如果你可以写的出这样的一个VBA程式的话 应该会非常的大卖 这样你可能就应该可以 不只比别人早下班,应该是比别人早退休了 因为可能大概就靠那个就够了 OK,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还要再加上那个什么一个VBA的按钮 就是帮我找出前期名,也不用那么辛苦 直接帮我列出来 那这个地方再来就是说前面部分都没有VBA 不过如果我今天希望能够做出 有些效果就全部自动化,类似像这样 等于是以后最好是直接干脆按下去 我不管说哪一个就是哪一个年度 按下去自动全部帮我完成 然后再帮我清除掉 另外的话呢,当然设定再来格式化 也可不可以加上去,可以啊 可不可以清除格式化,当然也可以 那在前期名,前期名自动帮我列出来 就是说哪七个号码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该怎么做 那我们不用太复杂 第一个,我希望能够比较快速的帮我把 刚刚这总共会有四个栏位的公式 快速的帮我输入进去 实际上我做了什么 其实非常简单 这里面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 其实我只是跑一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的话,基本上就是从那个头 就是第二列 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有没有 然后Nest 其实我只有做什么了 把B栏的地方输入什么 输入刚刚的那个公式 那里面的公式 我前面讲过了 就是只是把公式放在储存格里面 让它去执行 那这个前面有做蛮多次类似这种 那不过有两个固定的规则一定要记得 就是如果里面有双引号 一定要变两个 应该还记得了 然后呢,如果里面有列号 请你把它改成I 但是那个I你不能直接随便放进去 你必须怎么样 把它切开来 然后呢,放一个I 这个应该也是做了很多次了 所以如果你忘记可以回头看一下 前面应该蛮多地方都有讲到的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等于是把B栏 有没有 C栏 等于是说把刚刚的公式贴过来而已 然后再来就是把D栏 D栏的部分其实也是合计的部分 然后再来把Rank OK 这个公式分别加上去 再让它去执行 所以你如果将来 也许你已经做好了一些东西 你的公式都做好了 但是你那个VBA不是那么熟 你不知道怎么样做全部都变成用VBA的函数来做的话 那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怎么样 把这四个栏位全部执行 透过一个回圈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FOR回圈全部都帮你输出了 那当你要清除的话呢 当然很简单了 把后面的那个公式全部变成双引号 双引号 不过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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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应该也是双引号 全部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清除就OK了 那当然清除 不只这样写 一般清除 有的时候 还可以只写一行 就是像这个是 这个的写法是怎么 它是一个一个储存格的清除 那这个效率会比较差 当然你想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一个一个的清除 而要一次全部清除 可以啊 只要写一行就好了 那怎么写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这地方 效率会比较高 高很多 因为你这样 你会发现 它是这样一个一个一个 慢慢帮你清掉 以前的电脑更慢 以前还清 感觉还会有那个节奏 现在因为电脑已经跑太快了 所以还是看不太出来 所以 如果你觉得无所谓 那这样也可以啦 但是如果你要提高效率 还可以再让它进化 就是不要一个一个储存格清 那不要一个储存侵要怎么做 首先 先把它注解一下 一般习惯是 特别说 这个工具列本来是不存在的 这边有个机关 它叫编辑工具列 所以你按右键 这边有个编辑 这个编辑工具列 主要就是你这个范围里面 假如说你有些VBA程式 你如果删掉了就没有了 那如果说你要想要留下来当成memo 那你可以怎么样 前面加单引号就好了 可是问题是你有这么多行 那你一个一个慢慢加麻烦 对不对 你可以发现 这边有一个它预设是还原加上去 非常方便 这个工具我还蛮喜欢的 不然我以前都是一个一个慢慢加单引号 会加太浪费时间了 其实你这样一按下去全部就OK了 那如果说你要一个范围 全部用Range去清除 不是用那个Sale Sale是一个储存可以 那如果是Range的话 第一个你要告诉它说 你的Range在哪里 第二个是你再去做 里面有个方法叫Clear Contents Clear Contents是清除里面内容 不是Clear Clear还包含把里面的格式也清掉 所以那怎么做 Range 打一个Range 这个前面好像也用过蛮多 Range物件 它会先问你说 你要告诉我你的那个储存格的范围 然后我习惯的写法这样 我的起点一定是从哪里 从B2 所以我先打一个B2 到哪里呢 到哪一栏我应该知道 我在1栏里面 所以这个地方打个1 那1多少我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把它结束掉 后刮回一下 可是1多少不知道怎么办呢 没关系 你可以空一格 后面的话呢 串接一个什么呢 And And什么 你可以直接拿什么呢 拿Range 就是因为我只知道可能从A栏去侦测啊 那我会知道说哪一列 可是我的答案是在上面这边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Range A2去向下侦测的 这个最后的结果 把它贴到这里下 用什么 用1后面不知道 可以用And 自动帮我去抓最下面一列 它就会自动的去找到反正最下面一列在哪里 它就会帮你把那个范围先找到了 再来点一下 可是我找到了这个范围之后 前面那个部分是找范围 第二个是清除 你可以打Clear CL 那CL 第一个是Clear Clear是包含它的储存 就是除了内容之外 还包含格式 不过我不太建议你用Clear 因为Clear的话呢 它会把里面的格式 包含颜色底色 全部都清除掉 甚至连什么呢 连表格的框线 也帮你清掉 那这不就麻烦 你到时候把表格框线再加 所以建议一定用什么 Clear Contents 第三个这个 然后呢 把它点两下 或者是按空白键 好 这样OK了 我们来试一下 刚刚这样知情 刚刚是跑的会感觉 慢慢慢慢 那这个是怎么样 我们来试一下 有没有发现 它是瞬间的就全部不见了 OK 那底下这个方法 我是比较建议啦 尤其是资料量越大 它会是越明显 但是说真的 如果资料量不多的时候 其实上面这个比较简单 那你可以啦 其实无所谓 无伤大雅 就是说 反正都可以达到 你要的结果就OK了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做完之后 排名的前 前七名 那刚刚是设定格式化条件 不过如果说 假设你设定格式化条件 这个东西你不会啊 那你如果说想要把它变成一个按钮的话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帮你达成 其实你不会写 但是你又想要把它变一个按钮 其实这个地方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边就有一个所谓的开发人员 里面的话就有一个所谓的入制聚集 以后呢 如果你有些功能不会写 但是呢 你又希望将来 你可以按一下它 它可以帮你做出那样的效果出来的话 你可以用录制聚集帮你实现 这边就要 怎么做 这边还有个清除格式 首先的话 你要先把那个动作先彩排过 再开始录制 你不要乱录 因为乱录 你的乱录的动作 它也会帮你产生程式 也会帮你录进去 所以呢 基本上 你的动作要熟练 那如果说你不太清楚 到底要做哪些动作 可以参考那个 我云端这边 我把那个动作 用注解的方式 把它列在这个地方 其实基本上我们 格式化这边 第一个是 游标放在1、2 然后再来是 Ctrl Shift向下 绿色字 然后再设定格式化条件 其实这底下的东西 全部都是录下来的 它不是我写的 是 V 是那个 Excel的聚集帮我产生的 然后最后游标 再放在G1上面 OK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出来 我demo一下给各位看 这个地方 我名称叫格式化 其实它这个录制 聚集 我是觉得还蛮有特色的 为什么 因为你不会写程式 它还可以帮你产生 OK 我先把那个原来的设定格式化 这个先清除掉 整个先清掉 好 那我演练过 第一个 这个 按一下那个录制聚集 不过特别注意 你按下去之后 你等一下做的所有的动作 它就会通通的 帮你变成程式 OK 所以你不要乱录 按确定 1 游标放这边 2的话 Ctrl-Shift向下 OK 3的话 就是切到常用里面的那个 设定格式化条件 里面的新增规则 然后一样的动作 就是 小于等于7的时候 给它一个格式 这个格式的话 就是刚刚的这个 框线填满 然后字型的话是用红色的 按确定 这个 再按确定 最后为了取消那个选取 所以游标再点一下G1 好 录完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记得 回到开发人员 把你刚刚的录制 记得把它停下来 停下来之后的话呢 要怎么知道你录下来的东西录了什么 因为我刚刚名称 叫做格式化 所以 你可以从聚集里面 可以看到一个格式化 或者是说你可以从什么呢 Visual Basic里面 你会发现 它会帮你 如果你本来已经有个模组了 Module 1的话 它会变成Module 2 如果你有 如果你没有 它就是Module 1 把它打开来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我们刚刚录下来的东西 OK 那名称怎么可以改 你这个名称也可以自己改一下 那你会发现 其实你或许 现在应该 这上面其实这个注解都可以拿掉了 这个 将来这个名称可不可以改 可以 你这个可以把它改成格式化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录完之后 我会在这个地方 加上单引号 1 这什么 游标放1万嘛 对不对 2 Ctrl Shift 向下 有没有 这一行 OK 这个 3 就是我做什么呢 设定格式化条件 那产生的就在这里 4 最后把这个条件 把它做什么 select 这个 这个好像指 F2 那在这个位置你可以 不见得是F2 你可以跳回到上面也可以 这个哪一个储存 这个是哪一个储存格 被select选取 OK 那其实这个程式不是说完全不能改的 你也可以怎么样 做一个改变 那同样的方法 如果你要录制什么 清除 有没有 像我们那个 最后可以再加一个按钮 就是 清除格式化怎么做 非常简单啊 你就是做完之后 对不对 然后你在 一样录制聚集 然后把什么呢 常用里面 这边不是有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清除 规则里面呢 清除整张工作表的规则 按下去之后把它录下来 那答案呢 就会出现了 所以我把这个地方 就这个地方录完 就这一个 这个是格式化 清除格式化呢 就只有一行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因为呢 录制聚集呢 实际上是产生BBA的一个阶段 也许你刚开始很多东西不会写 没关系 你可以先看看录下来是什么 再来做分析 也或许甚至你也可以拿那个录下来聚集来执行 也是OK的啦 那这个地方呢 请各位先试试看 一 这个 二 清除 三 格式化 不格式化 不能清除 格式化 清除格式 等一下再来看 前七名 这个所谓前七名 这个也是后来同学问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它问题非常好 但是你要怎么样把这个动作给做出来 是真的有点难度 这个我也是想了一下下 后来发现 可以把这个给做出来 里面的话 大概就跑一个回圈 还是两个回圈 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